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六度百科节目 本期节目内容如下 失业率消失四个月后 依然没有就业机会的中国年轻人究竟在干什么 失业率消失四个月后 依然没有就业机会的中国年轻人究竟在干什么 VOA刘文 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云南农村 帮家人一起在网上出售新鲜蔬菜水果的高宇化名 最近又遇到了问题 尽管他和家人投入成本 扩大了自己家多多生鲜店铺的经营规模 但是利润还是越来越薄 感觉大家都没钱了 他告诉记者 他又开始感受到了拮据 也开始搜索是否有可能 再回到自己的大学所在的城市广州去寻找工作 上山下乡 2020年大学毕业后 高宇曾试着在广州站稳脚跟 新冠疫情的反复让当地的许多中小企业都经营困难 他找工作也并不顺利 他曾经短暂地在几家互联网公司做文职工作 但四五千每月的收入并不足以支付他在广州的生活开销 与此同时 云南老家的大舅等亲戚开始在多多买菜上出售自家田里种植的农产品 因为疫情期间大家出门不便 店铺刚开就有很多生意 他们希望家族中唯一的大学生高宇可以回来帮忙 我一开始是不太愿意回去的 他告诉记者 他和许多在农村生活的年轻人一样 希望通过考上大学改变祖祖辈辈 面朝黄土辈朝天的命运 留在大城市 找到一份白领工作 实现阶级跨越 他喜欢写作 理想的工作是在知名广告公司做文案 对于回老家做电商 他表示 我本来不是很想做的 因为没有接触过 而且我对这一块其实不是很感兴趣 当高宇再一次为支付房租捉襟见肘时 他终于下定决心回到老家 家人将他送到村里 已经做出规模的电商那里 培训了两三天后 他就成了家中店铺的主要劳动力 他负责写文案 拍照片 设计推广活动 做售后服务 他每天从早上八点工作到半夜 甚至是凌晨三四点 全家人都加班加点打包 发货 高宇是大学毕业返回家乡的众多中国年轻人之一 今年四月 中国政府鼓励年轻人前往农村地区工作 2023年四月 仅广东省就出台了一项行动方案 明确提到将在2025年年底 累计动员10万青年下乡帮扶等 今年六月份 中国城镇16至24岁的年轻人中 失业率达到了创纪录的21.3% 当时 专家们预测 当2023年英介生从大学毕业后 失业率会继续上升 中国国家统计局于8月宣布将不再发布这一数据 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国际经济主任 本斯泰尔Ben Style认为 中国的大学毕业生不会满足于回到位于小城市或者农村的家乡发展 因为他们想要和他们父母辈一样的机会 可以迈入中产阶级 可以有能力建立并支持自己的家庭 躺平 慢就业与全职儿女 另有一些年轻人通过躺平和肯劳等行为来应对就业机会的匮乏 全职儿女是今年中国互联网上的新兴词汇 只带已经成年的孩子不参与全职工作 而是和父母一起居住 通过陪伴父母获得一定经济上的支持 他们中的有些人在准备研究生考试和公务员考试 有些人在不断投递简历 有些人则完全躺平 今年7月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经济学副教授张丹丹在财新杂志上撰文表示 中国青年失业率可能被低估了 他写道 就业市场状况不好的情况下 大量劳动力会选择观望 等待 或者暂时退出劳动力市场 他们通常被失业率统计忽略 导致对劳动力整体情况的误判 在北京与父母同住的杰西 JC就是这群人中的一员 他自称是躺平的啃老族 但他觉得自己的状况在年轻人中挺有代表性 经常在微博等网络平台上发现和自己一样不上班 或者找不到工作的人 大学毕业后 他工作了一年 攒够前后于2019年底去日本读语言学校 一年的语言学校结束 他花了两年的时间准备日语考试 申请日本的学校 但是屡次失败 并于今年二月回到北京 因为父母在经济上的支持 他虽然也想过要找工作 但是也并没有特别的紧迫感 他说 比如看见餐馆贴出招工 我不会去 因为我很懒 他承认自己现在确实和社会有些脱节了 而且对找工作这件事心里很抵触 他说 他目前考虑开始找工作 虽然表示自己并不喜欢北京 但是不打算找其他城市的工作 毕竟在家里不用付房租 乱就业是不断在中国的媒体报道 和调查问证中出现的另一个新词 该名称指代应届毕业生中暂未进入就业市场的人群 包含继续深造后就业和暂缓就业两部分 调查显示 几个月来 慢就业比例整体呈升高趋势 今年9月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 对2009名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 72.9%的受访者周围有慢就业的大学生 扩招公务员研究生 政府措施治标不治本 根据中新网10月的报道 2024年中国国家公务员计划招录3.96万人 相比去年扩招约6.7% 对比2020年的2.41万人 2024年国考招录人数涨幅超六成 今年公务员的审考也大幅扩招 扩招幅度达到17% 另外 许多高校都进行了研究生的扩招 根据中国教育部的数据 2024研究生扩招5.61% 但是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斯泰尔认为 这些措施并没有触及到中国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本质原因 他将现在的高青年失业率归咎为供需不平等 他解释说 中国近年来通过大量扩招 本科和硕士毕业生越来越多 但是随着经济的不景气 需要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的岗位却越来越少 同时 政府为了刺激经济投资的基础设施建设 却不能为大学生毕业生创造他们所需要的工作岗位 他说 但这些木工和瓦工的工作机会 并不是中国的大学生所寻求的工作机会 他还提到 中国政府近年来对教育行业和高科技行业的打压 这些行业恰好是大学毕业生喜欢从事的行业 也因此让职业市场中的供需更加不平衡 2019年 从博州大学小学英语教育毕业的傅子金告诉记者 自己的不少同学都因为中国政府于2021年对于教培行业的打击而难以找到工作 他的两位2020年毕业的学妹至今都没有找到工作 虽然他们一直在考工及参加公务员考试 考编 考教师编制 哪里有合适的岗位就去哪里考 但因为竞争激烈 三年来都没有考上 他说 他也注意到老家这几年多了很多年轻人 他们有的创业 有的就待在家里啃老 而在疫情之前 老家的村庄里几乎看不到年轻人 因为他们都去城市里寻找更好的机会了 傅子金自己毕业后 在老家一所私立小学中找到音音老师的工作 做了半年遇到疫情就失了业 之后 他报名考教师编制 还在在当地培训机构报了学习班 那个时候工作不好找 老师的岗位可能一个岗位就几十人 甚至上百人考试 他告诉记者 2020年10月 傅子金终于在一所公立小学里找到了教英文的工作 但是 由于无法接受工作中随时随地的政治思想教育 2022年9月 他选择放弃教师这个同龄人眼中的香波波 利用劳务派遣的方式和男友一起去新加坡打工 他们在网上看了一些中国人的走线视频后 选择走线来到美国 今年2月 两人到达了美国 现在他在洛杉矶一家餐厅做前台 高失业率与低生育率 陈倩倩 化名 在美国读完了研究生 新冠疫情期间选择离开美国 回到上海 在一家国有银行的投资部门工作 2023年 在中国经济不景气的大环境下 他所在部门管理的投资基金亏损不少 投资回报率不尽如人意 虽然还没有正式被裁员 但他已经从部门主管那里收到自己可能工作不保的丰盛 他告诉美国之音 在此之前 已经有几位今年的英界毕业生人本收到的工作合同被收回 他最近在联系猎头 但金融业和科技业被裁员的人数不少 很难找到满足自己薪资预期的工作 相反 他留在美国的同学都找到了不错的工作 每年也都有可观的分红和加薪 他开始有了回到美国工作的打算 也明确告诉家人因为工作动荡 不准备再近期生孩子 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国际经济主任斯泰尔说 七年失业问题和中国经济现存的许多问题都息息相关 他说 除非中国开始解决七年失业问题 否则中国的人口挑战将会变得更加严峻 因为新一代年轻大学毕业生将无法结婚并组建家庭 因为他们负担不起 如果人口问题继续恶化 经济形势就会继续恶化 所以这是一个永续循环的政治和经济问题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讲师许访坊坚定地认为如果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 中国的生育率会持续下降 性别平等 失业的中国年轻人目前主要从事哪些非正式或兼职工作 失业的中国年轻人的非正式与兼职就业探究 随着中国经济增速的放缓和疫情的冲击 中国年轻人的失业问题日益凸显 尤其在2023年 大量高学历年轻人面临就业困境 在正式就业机会稀缺的背景下 很多年轻人转向非正式或兼职工作以维持生计 本门将详细探讨这些年轻人目前主要从事的非正式或兼职工作种类 网络平台兼职 互联网的发展为失业年轻人提供了一系列兼职机会 据2023年数据显示 网络平台兼职成为首选 包括但不限于网络携手、自媒体运营、网店客服、图形设计师等 这些工作多以项目或实行为结算方式 灵活性高 但稳定性和保障性相对较低 教育行业兼职 教育培训一直是热门的兼职领域 尽管政府对校外培训机构进行了规范 但依然有大量家教、在线教育平台等非正式教学工作存在 许多年轻人利用自身的学术背景 提供一对一的辅导服务或通过网络授课赚取收入 传统行业的灵活就业 在传统行业如餐饮、零售等领域 许多年轻人选择做兼职服务员或销售 这些工作虽然劳动强度大 但入门门槛低、容易获得 例如、2023年上半年 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餐饮业 普遍存在大量的兼职岗位 成为失业年轻人的重要就业去处 创意产业的零散工作 创意产业 尤其是影视制作、广告设计等领域 为年轻人提供了一定的零散工作机会 这些项目性工作往往需要特定技能 但一旦入行 极有机会参与各种短期项目 获得较为可观的报酬 国际劳务输出 面对国内就业压力 部分年轻人选择出国打工 据2023年统计 有增长趋势的年轻人 通过劳务输出公司 前往日本、新加坡等地 从事服务业工作 这类工作虽然远离家乡 但能提供一定的收入和国际经验 农村电商与乡村振兴 随着中国政府推动乡村振兴战略 一些年轻人回到农村 从事电商销售农产品的工作 这些年轻人运用网络平台 将家乡的农产品销往全国各地 尽管这类工作起初可能收入不高 但随着电商平台的成熟 部分年轻人在此领域取得了成功 社会与家庭角色的转变 在就业困难的大环境下 一些年轻人选择成为全职儿女 暂时依靠家庭生活 同时准备考试或寻找工作机会 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中国家庭结构和社会角色的转变 结语 中国失业年轻人的非正式 与兼职就业呈现多样化趋势 从网络平台兼职到国际劳务输出 再到农村电商参与乡村振兴 这些就业形态虽然为年轻人提供了一定的生活来源 但也暴露出稳定就业机会的缺乏和年轻人就业质量的下降 在此背景下 政府和社会需共同努力 为年轻人创造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 中国年轻人如何维持生计和应对生活压力 中国年轻人维持生计与应对生活压力研究 近年来 中国年轻人面临就业压力与生活成本上升的双重挑战 本门将探讨中国年轻人如何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维持生计和应对生活压力 以及他们所采取的策略和措施 多元化就业策略 在正式就业机会不足的情况下 中国年轻人采取多样化的就业策略 根据2023年的数据 年轻人在选择就业方式时更加灵活 包括兼职 短期合同工作 远程工作等 他们通过网络平台揭取项目 或在多个雇主之间分配时间 以此来增加收入来人的多样性和稳定性 积极的自我提升 面对激烈的就业竞争 不少年轻人选择通过自我提升来增强职场竞争力 据2023年统计 大量年轻人报名参加各类在线课程 职业培训和技能证书考试 希望通过提高专业技能或学习新知识 来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 理财与副业发展 随着理财意识的增强 年轻人开始关注如何更好地管理个人财务 他们通过储蓄 投资股票 基金等方式 来增加资产的增值潜力 此外 一些年轻人还尝试开展副业 如开设在线店铺 参与内容创作等 以此作为额外收入来源 社会支援与网络互助 面对生活压力 中国年轻人也积极寻求社会支持和资源 他们通过社交网络 互联网论坛等平台 分享经验 交流应对策略 形成了一个信息共享和互助的社群 同时 一些非政府组织和社会企业 也提供了职业咨询 心理辅导等服务 帮助年轻人应对压力 家庭与社会角色的适应 在传统价值观的影响下 家庭在中国年轻人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许多年轻人在经济上依赖父母的支持 或是通过与家人共同生活来降低开支 同时 他们也在逐渐适应社会 对他们的期待与角色 调整个人职业规划和生活目标 政策环境的适应与利用 中国政府推出的一系列青年就业政策 如创业扶持 就业补贴 职业培训等 为年轻人提供了一定的支持 年轻人通过积极了解和申请这些政策资源 努力提高自己的就业机会和生活质量 心理健康的重视 面对压力和挑战 心理健康成为年轻人越来越关注的议题 根据2023年的调查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寻求心理咨询服务 参加压力管理工作坊 或是通过冥想 运动等方式来缓解压力 保持心理平衡 结语 中国年轻人在维持生计和应对生活压力上 展现了极高的适应性和创造力 他们不仅在就业市场上展现多样化的就业策略 而且积极自我提升 理财和开展副业 同时也不断寻求社会支持和政策帮助 在心理健康方面 更是展现出对自我关怀的重视 尽管面临诸多挑战 但中国年轻人正通过多种方式 努力实现稳定和自我成长 谢谢您收看六度百科 这是由一群科学家 经济学家 专业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制作的百科类节目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百科团队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百科内容涉及诸多知识领域 我们努力使其内容真实 专业 不存在预设立场 如果受众发现内容有误 赞同或反对六度百科内容 请在我们的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高见 欢迎大家到六度世界 六度world阅读我们的更多内容 参与六度聊天区的讨论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的节目点赞 谢谢 各位观众朋友们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为大家带来了一组 关于中国年轻人就业问题的新闻报道 我们看到 尽管失业率消失了四个月 但仍然有许多年轻人 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机会 他们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压力 不得不寻找非正式或兼职工作来维持生计 在这些报道中 我们看到了许多年轻人 采取了不同的应对策略 一些人选择在网络平台上兼职 做携手 自媒体运营等工作 一些人在教育行业找到了兼职的机会 还有一些人选择在传统行业 做兼职服务员或销售 还有一些人通过创意产业或国际劳务输出来找到了工作机会 此外 一些年轻人也选择成为全职儿女 暂时依靠家庭生活 同时准备考试或寻找工作机会 这些报道反映了中国年轻人在就业问题上的困境 但也展示了他们积极应对的态度和创造力 他们通过多元化的就业策略 自我提升 比财和副业发展等方式来维持生计和应对生活压力 同时他们也寻求社会支持和政策帮助 通过网络互助和心理健康的关注来缓解压力 在这个问题上 我认为政府和社会都需要共同努力 为年轻人创造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 政府可以进一步改善就业环境 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培训机会 以满足年轻人的需求 同时社会也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 提供更多的社会支持和资源 最后 我想听听您的想法 您对中国年轻人就业问题有什么看法 您认为他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 来维持生计和应对生活压力 欢迎您留言讨论 谢谢